云计算这个东西不科技 彼时云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而新奇的科技概念 三位互联网大佬的这场关乎未来趋势的讨论 也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滑 然而放眼全球 云计算的崛起早已经有迹可循 上世纪90年代起 互联网的普及开始颠覆传统IT服务模式 以Salesforce公司推出在线CRM产品为起点 软件不再受限于本地安装 而可以升级为按需使用的互联网服务 也就是SaaS的出行 另一方面呢 大量的数据处理也对底层企业的IT基础架构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6年 亚马逊公司推出了AWS平台 为用户提供包括服务器 存储 网络和操作系统在内的云计算的基础架构 首开IS先河 IS SaaS加上连通两端的PASS服务 构成了云计算的完整概念 一个新的IT变革时代 也就由此开始了 你了解新经济吗 新技术和新模式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你看到了吗 新经济催生的独角兽们 在争夺每一块钱之地 会是谁把握住充满想象的未来 站在新经济进阶的路口 我们再等一个答案 云第一次把整个IT设施 从一个端到端的一个部件 变成一个规矩的云端的一个技术设施 我觉得这个跟当年你一个自己工厂发电 变成一个提供一个完整的电网 这个变革我认为是一样的 完整的这个变革 才是我们大多数的公司 它并不需要去构建自己的把电厂 它可以对云端获得可靠的IT资源 获得可靠的这个算力 获得非常便宜的这个算力 这个是我觉得云带给我们的最高的价值 所以云稳定便捷地层短 完全解决了原来IT设施 这些分散的移散的 然后要去做复杂维护的这个状况 经过近20年的变化 如今的云计算已经成为了支撑一切互联网应用的基础 全球的科技巨头们相继推出一系列自有云服务 而曾经对趋势把握稍显示后的中国企业 也加快了追赶的步伐 阿里从2009年起加入云业务 并且在2011年推出自主研发的飞天云计算系统 而2011年起步的腾讯云 在腾讯业务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在大幅的提升 我们可能是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力还不够 2013年的时候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能不能回忆一下 就是当初的这个转变 其实诱因是什么 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趋势 在那个时候 是AWS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 说整个cloud带给整个IT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 包括我们看到那时候 应该是在14年还15年 AWS第一次公布了财报 当然其实这个事情 我相信对于整个全球营运算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 对 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个之后 无论是国际上 从微软 对吧 到这个Google 那国内 其实各家的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市场的进入度 其实都是一个大幅的提升 我相信那个事件 其实对于全球营运算来讲 是一次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第二个也是说 确实在那个阶段开始 很多这种云的基础的 这种技术的成熟度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在那个时候完成了 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成熟度的 这样一个跨运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从整个商业的层面 还是在这个技术的准备度的层面 其实在应该是在最近几年 其实是整个相当于云市场 进入了一个这样可以去高速发展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去年9月份腾讯的这个第三次 所谓的这个架构调整文战略升级里面 成立了一个2B的云和智慧产业的 一个事业群 等于说在集团内部云的这个战略位置 又得到了一个提升 对当时做这样的一个整合的决定 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大的这个环境来讲 我们是看到说 这个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 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就是从这个C端的用户的 这样的一个渗透率的天花板 到这个产业端 我们看到互联网的这种技术 所带来的巨大的空间 和中国 其实中国的整个的产业的能力非常强 但产业本身的 无论从科技的投入 到产业本身的效率来讲 其实都有巨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第二个呢 那从腾讯角度来讲 我们自己也看到说 那在B端的服务上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这种合力 把这些东西更好地整合在一起 为他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当本土的云厂商们开始发力 早已在全球完成业务布局的跨国巨头 面对数字化需求巨大的中国市场 也开始蠢蠢欲动 2014年 微软云Azure 与世纪互联达成合作 成为在中国的第一家 也是当时唯一一家 全球公有云的服务公司 同年呢 AWS也通过了 与北京宁夏等地方政府的合作的方式 打入了中国的市场 而鲜为人知的是 正式落地中国前 微软云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准备和沟通 而AWS在进入中国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由于政策的限制 也仅能够为一部分客户提供服务 大到政策环境 商业模式 小到技术支持和用户需求 中国呢 都跟其他国家不同 即便是拥有全球经验的云厂商 想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们2014年 四月份左右 就是第一次正式上市 然后是我们的智能云平台 Azure 还有我们的生产与云服务 Office 365 我们是第一家 国际级的合法的云 落地在台中国 然后默默的 现在我的友商 基本上全部都用同样的模式 对不对 所以是证明这是正确的方向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微软公司 自己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为某一个国家 你看我们微软多重视中国的客户跟市场 我们是为中国落地这个特别的这个微软的云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一种突破 我们如果看比如说一种对比 国外的云服务的市场 跟国内的这个云服务的市场 一般在多半的市场 你的SaaS这一层面 就是刚才举这方案那一层面 其实是最大的 在公用云里面 它比这个架构服务跟平台服务加起来还大 可是我们国内不是啊 中国反而是架构的这个基本的最大 然后我们的这个SaaS这边的 解决方案的服务还刚开始 所以威尔认为说在这方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 现在大量在数字化转型 他们其实对于这种高级的高档的 这些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其实在中国的公用云的这个市场 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中国都是我们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市场 所以从那时候进来 我们就不断地在优化 或者是说搭建我们的本土的一些力量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全球的优势 很好的带点在中国的企业 因为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企业 对于拥抱全世界 或者对于他们自己的全球的布局 有个越来越前的需求 这是很好的利用我们的全球的优势 帮助中国的企业组出去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也是在完善 我们整个在中国自己的布局 不管是在服务方面 利盈方面 员工方面 覆盖方面 等等 我们也是觉得 中国市场的发展 还是充满所有的很大的机会 也会继续长期的突入 无论是异军突起的本土云商 还是加速入聚的跨国巨头 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 和全球相比 中国云服务市场 还有尚未开发出的巨大潜力 目前中国云计算市场渗透率 折5%到7% 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 以公有云服务为例 地方政府企业是公有云最大的用户群体 2018年中国企业上云报告显示 2018年美国企业的上云率高达80% 而在中国仅占比在30%左右 那么在政务云层面 根据联合国研究显示 也是在2018年 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在全球排名是第65名 处于一个中游水平 此外中国政府体系庞大 部门之间网络架构复杂 也对云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有差距也就意味着 有足够的追赶空间 现在中国国内的这个上云率 大概能达到多少 我觉得这个其实各个行业的差异 还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看到其实比如像 本身互联网企业 其实现在来讲基本上都在云上 政府本身它也是在一个 非常的在推进云化的 那么企业呢我们看到 其实也是在一个 各个行业都在一个上云 加快上云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自己来看 可能比如说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企业 其实它已经都在 或多或少的都在 传统企业都在用这样的云 所以整体来讲 中国应该是一个 各个行业差异蛮大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觉得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整个上云率的这种增长 它最大的增量 可能会来自于哪些行业 因为其实要看 其实我觉得传统企业 它本身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其实传统企业 它无论是占中国的经济体量 还是它本身 从数字化转型角度来讲 它未来对于整个云计算的需求量 其实都会成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但是这个过程 需要花挥更多的一个时间 现在这个阶段 这个绝大多数的企业 是意识到了云计算的重要性 和云计算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但是确实在具体采取上云的行动方面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企业 还是有一些疑虑或者说顾虑 那么这个一般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前一些阶段 我们有一些企业 对于云上云了以后的安全 有一些顾虑 但是现在随着云计算知识的普及 这个顾虑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还有一些行业 可能对自己行业的一些 比如说行业的要求 什么数据是放云上合适不合适 在有关的一些规章制度 还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 也还稍微有一些担心 然后上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可能是拖了大家后腿的 是对于云的信息的了解和掌握 还有自己的企业里面有没有熟练的掌握这些云计算的人才 或者说有使用云计算的这些 有水平的这些人员 有的还有要看说有没有能够帮助我做云计算的一些合作伙伴 或者其他的供应商来帮我配合 所以这几方面可能是目前上云主要的一些障碍 想让更多传统企业上云拥抱数字化转型 那就要让他们了解到上云能够带来的切实好处 相比传统的自建IT系统 使用云计算将为企业减少大量硬软件采购的开支 同时企业上云后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量的需求使用算力 合理调配后台数据资源 进而能够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不但有新的需求 还有需求的表达通道 通过我们的互联网平台 是我们的生产制造环节能够理解到这些新的需求 然后通过生产环节的数字化 来个性化这样的一些产品 我们叫做C2B 总共一天的环节 我们通过这个数字技术来优化 来调节 来自动骨货等等 都是通过这个数字技术来做到这一点 在运营环节 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在线的协同 智能的决策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 来提升整个运营的效率 刚才提到就是 盐鹏在用我们的这个Office 3.5的生产力的云 他们自己过了三年 自己研究发现说他们省成本省了差不多45% 就是如果他们要自己去部署落地的一套 就是服务器啊 数据中心啊 他们发现说他们的成本就会高很多很多 联想他使用了我们的这个机器学习 来优化他们的物联 就是他们的自己制造业的这个工厂 因为他们要制造电脑啊等等 然后他们就自己报备说 他们省了超约10%的成本 所以这件事情你如果是制造业的话 一般制造业毛利其实可能单位数 对不对 所以省了10%的话 这个对他们说是真的是很很重要一件事情 而且是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上云呢 其实的他的优势是多方面的 那么呢 这个成本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也是可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以成本为例啊 比如说这个AWS的一些客户 刚才我提到的 比如说这个OPL 大家都比较熟悉 那么呢 他的比如说他的网站 还有他的一些这个在线下单的系统 等等的嘛 都是在这个AWS的云上来搭建的 那么呢 使用了这个云了以后啊 根据这个 他们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啊 他说呢 他整个的成本呢 比如说大概能够这个 节约33%左右啊 基本上降低三分之一 那么呢 从整个全球范围内 我们看到啊 这个云计算带来的 我们说叫这个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叫这个总体拥有成本 那么呢 一般来说啊 差的也怎么能节省个二三十 那么如果说随着时间 真正的掌握了云的计算的 这些方法 然后呢 知道怎么样 在云的架构体系里 最好的优化自己的架构 使用这些专用的一些云的服务 比如说物服器计算啊 比如说容器啊 等等 那么呢 基本上呢 好的能够实现 百分之六七十的 一个成本的节约 你觉得未来的这个市场的 潜力空间有多大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数据 那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做过一些分析 那中国其实整体来讲 在IT的投入上 可能是一个 这个几千亿的 这样的一个投入 这是基于现状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在未来呢 就一方面呢 是云的发展了 可能对于整个IT的 单位成本 会带来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下降 让我们未来 有一个更好的 这个服务成本 去支撑数字化的转型 那另一方面 为企业的未来的 这个转型 或者企业的 整个产业的 这个升级来讲 会带来更多的价值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 上林的一个需求的转变 你有观察到 什么样的趋势吗 比如说他们对于 企公有云啊 混合云 私有云等等 这些偏好 我们自己看 国内来讲的话 觉得说 还一定也是一个 公有云私有云 混合云 都会有一个 长期去存在的市场 我们不可否认 公有云带来了 整个的这个 边际成本啊 等等方面的一些优势 但是我们也不能 去否定私有云 它本身有它存在的 这个本身的合理性 和它的市场的 它本身 自己的一些定位 所以我们自己来讲 其实我们 比如说我们 给我们的金融客户 搭建的 就是完全 合乎我们这个 银间啊 各方面要求的 合规的这种 金融的专属云 你也可以定义 它为私有云 我们会去做这样的 一些能力的建设 我们发现 企业基本上 都会走混合云的模式 为什么 假如你是企业 你可能有 你的行业的 某一些规则跟法律 比如说金融行业 他们就必须需要 走混合云的模式 因为它有一些数据 必须要保留在自己家 所以我们在跟 在跟中国一个 很大的金融行业的 这个厂商在合作 就是说 他们有个远见 就是说 将来他们 为了数字化转型 为了就是跟 比如说支付宝 或者微信支付竞争 他们也必须需要转型 所以他们就走 这个所谓 混合云的模式 对不对 因为金融行业 他们对于数据的 这些安全跟隐私 都非常敏感 对不对 要很小心 所以混合云 对他们说的特别重要 对不对 为什么 这样子他们可以决定说 客户的数据 保留在自己家 或者有的东西 没有问题 可以上公文云 就可以上公文云 可是我怎么保持说 这两个系统是相容的 对不对 假如我想要把一些虚击 或应用 从自己家搬到云上 或搬回来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幸好是微软的技术 是基本上是在混合云 占很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的混合云的 这个私有云的 就是自己家落地的技术 跟我们公有云的技术 是一样的 背后是一样的技术 这个就变成 一个客户想要上混合 想要部署混合云的时候 双方这一面 永远是 是样的管理系统 样的相容的平台 所以自己的应用也可以在云上用 那我们看到的趋势 我们认为 其实公有云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方向 或者说是一个终极的方向目标 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 不同的企业 有不同的情况 有的还有一些 可能设施 还是叫on-premise 部署在自己的机房里面 还有的也可能使用了一些托管 然后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首先看到 当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开始使用一些公有云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还要和自己的一些设施连接起来 这时候就是要采用一个 我们叫混合架构 或者有时候也有人说 使用混合云的这个词 那么这个都有一定的存在的意义 但是从长期来说 我们觉得公有云 它有它真正的优势 比如说公有云的那些 我们说云的那些专门的优势 比如说能够很好的缩放 比如说前面不用支付很多的资金成本 按使用量 然后你来付费 那么这些很多云的优势 其实私有云是不具备的 或者说只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改进 但是没有没法和公有云相比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公有云更多的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企业上云意味着将大量的业务数据上传到云平台 其中也包括很多敏感的核心的信息 一方面怎样加强技术 有效的保护海量的数据安全 成为了各大云服务厂商们发力的重点 而另外一方面 伴随着通用数据保护法规等 针对用户隐私保护的法律出台 云服务商们还要想尽办法来证明 他们不会滥用平台上的用户数据 我举个例子 全世界被骇客攻击 最多次次序的每一年的组织 是美国政府 第二名 微软公司 可是微软从来没有被骇客破坏过 因为我们有投入 大量投入 我们有上千的这些一流的这些安全的专业的工程师 我们提供给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都是微软先会自己用的东西 我们先会自己来测试 自己来保持它的安全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的云服务 我们的数据是有六个备份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按照这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是 我不能说是唯一的家 但是我们是没有调过客户的数据 对不对 没有你看新闻里面没有这种故事 所以在这方面就是各方面的 微软非常重视就是说 我们企业客户 他们必须效安全吗 这是我们的责任 微软是全球得到最多安全合法的这些认证的 超约90多个 各个国家都有 各式各样的国家都有 这是远超过我们的友商的 我们永远不会跟我们自己的客户去竞争 有的友商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案例 然后我们不会去看我们客户的数据 因为是他们的数据 如果我是中国企业 我要去欧盟工作 我要去欧盟做生意 有欧盟的客户 我必须需要符合所谓欧盟的这些 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法律 他们有个很严格 是大概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这个规则叫做GDPR 在这方面 微软自己首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自己有一千多个工程师跟律师 他们每一天 三年多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确保说微软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服务 我们自己的流程 我们怎么管理数据都符合GDPR 整个云是一个运维的服务 所以经验规模什么都很重要 那么这方面大家知道 亚马逊的工作运营的时间最长 规模也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具体到每一个服务 我们都有明确的服务的标准 比如说是99.95的一个可用度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可用度 这个是以可用度 availability来测量的 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指标 比如说叫durability 它的可靠性数据 发生丢失的几率 比如说像云存储 我们说我们有11个9 99.9还有9个9的百分比的 这么一个可用性 可靠性来保证数据不丢失 所以它整个其实云的安全和可靠 是靠一系列的东西 从设计到运维到管理 然后整个比如说数据中心的 这些操作的流程的标准化 整个的自动化 这些操作的流程